2019年A level 19 條 題目是問 光線最長的時間是多少 經過這條光線 首先我們要逐步逐步離開 光線直行的話 在空氣中直行 你走了L那麼長 光速是C 你自然的時間 會在距離取回速度 這個是最快的 這個是最快的 現在有些分別 現在就是 都是有一條線 但是這個是Glass 這個是玻璃 如果在玻璃中 走的時間 這個叫Case 1 Case 1 的話 就會是 速度就會不同 速度就會是乾速 除了裡面的 Reflective Index 所以 這邊就會是 L over V V是甚麼 V就是C V X N 好 接著我們到第三個 Case 第三個Case 就是 咦 它的光線 就不是 像之前那樣 直行 它的光線 現在就有少少轉彎 它轉了上去 這樣 再 轉回來 如果這樣 如果這樣 我把這個速度 叫做V 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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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其實 它 要 完成一個 打橫的距離 的話 其實要去拆回 Component 其實一個是 打橫的Component 和一個打直的Component 打橫的Component 就是V Component 就是 V Component 這個 就是 V Component 這個 是 V Component V Component 我同學會問 為何我定為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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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後就會知道 你會知道 因為我們 有些鋪排 有些 Total Interimation 需要計算 這個 就是 Case 2 所以 T2 這次 就是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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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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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之前說了橫行 直行 有些光線可能是斜行 有些光線是會更加斜 同學會想 有些光線 甚至至打直行 我們看看 橫行 這個時間是最短的 不符合題目 因為我們說最長 不如打直行 打直行 不可以 因為打直行 如果這個位置做不到傳來反射 就會飛出 這樣就做不到光線的效果 即是不想飛出 我們一定要做到傳來反射 如果我們要做到傳來反射 這個角色的條件 就是 入射角 要是 大過 critical angle 如果飛塔 入射角 要大過 critical angle 如果這個飛塔 是小過 它就做不到傳來反射 所以我們的條件 就是 原來這個角 要做到傳來反射 飛塔 飛塔要大過 C 這個條件 就是 就是 這個角色的角色 就是 Reflective index 等於 1 over 和 Size C 如果 飛塔 是等於 那 你就可以了 最大過 最大過 就是 可以等於 如果大過 的話 這個角色 就做不到傳來反射 好 所以 如果我們 回到這個 剛才 解釋了 原來 如果我畫大去的話 就是 這個角 在這個 這個角色 一定要等於 critical angle 最少 所以 如果這樣的話 這裡 就會是 飛塔 所以 我們首先 選擇 我們 上面 就是 LN C 1 over Size FETA 最盡 就是 LN C 1 over Size C 1 over Size C 就是 N 所以 LN Square C 答案 就會 C C 這條 是 好玩的A-Level 題目